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武汉封城日记》中英文版由博登书乌出版 在谷歌和亚马逊上发行 该日记立即引来了社会的关注 11月初我又出版了该日记的中文版 刊登在我的电子期刊九头两第六期上 今天我要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专访 下面我将采访的主要内容与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这本日记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它的真实性 因为日记中所记载的是作者的所见所闻 具有死要价值 同时作者对见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涉及人性和个体价值以及灵魂的救赎 第二它与方方的武汉日记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它的现场感 方方逐步出户 风中葫芦天天行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 当然方方日记也是一部优秀的日记 风中葫芦的日记与方方日记共同展现了武汉封城的残酷和野蛮 第三这本书的一个重点是描述次生灾害 包括封城期间人们无法买药看病 造成病情加重甚至死亡 还有些贫困家庭无法获得温饱 吃不到肉等等 造成这种次生灾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野蛮封城只是表象背后是不受制约的权利 我不反对封城 但封城应该有法律过程 应该有应对方案和评估 应该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 但武汉封城源于习近平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 他一人独断乾坤 万幸的是 当时正是中国春节期间 绝大多数家庭都储备了生活的必需品 我的一个朋友患有料毒症 每周都要到医院透析 但封城后 医院之开 发热门诊 他又不能出门 结果只有死在家里 他的妻子千帮求助 万帮哀求 但与事无补 第四 作者在书中多次谈到 政府的一些汇名措施 包括提供食元食金的蔬菜 让社区陪同病人看病等 作者都觉得是马后炮 是亡羊补牢 评价不高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些我认为是政府应该做的 保障居民的生命安全 是每一个政府的职责 封城之前就应该有预案 有评估 不能先锋后计划 这是小孩都会想到的事 但很遗憾 它发生在封城之后 当然老百姓不满意 甚至很多人因此无辜死亡 至于政府在封城后 逐渐采取救助措施 当然应该肯定 尽管来得太晚了 第五 作者以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出现 书中提到这个社区 是政府的原生机构 似乎又在街道办之下 你如何看待这个机构的性质 中国的社区就是以前的居委会 每个街道都有 它是政府街道办事处下的下属机构 而不是真正的居民自治组织 虽然它直接选举产生 但选举的过程也是被操控的 它听力于政府 是政府权力的延伸 既无权无权无力 又是政府管控社会的手脚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扭曲的组织 朝阳大妈大都是社区的员工 第六 封城期间社区工作人员饱受压力 上游机关下层人员和政府督察人员 下游社区居民 似乎对他们都不满意 你觉得这是这些社区工作人员的问题 还是体制本身或是其他的问题 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官僚体制本身 政府没有承担救治责任 而是将它推到了社区 而社区几个人或十几个人 每个月也就是两千元的工资 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中国的举国体制很有意思 那就是重大决策 最终经过层层分解 真正操作的是那些没有社会地位 也没有权力的人 他们突然一夜间掌握了重大权力 第七 作者通过分析这次武汉封城 说可以由此认清权力与责任的关系 作者所认为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 权力应该服务于人民 掌握权力者应该承担责任 他们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也就是权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但中国是个极权国家 权力被官僚机构掌握 但他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抽耳光 从下往上磕头的国家 掌握权力却不承担责任 本质上就是腐败 第八 书中提到新加坡防疫成功 有赖于政府采取的疏导方式 因为政府与公民相互信赖 科学防疫 所以有效的控制了疫情 我们知道新加坡 也是一个一党独大的体制 或者说是一个专制体制 这似乎说明专制体制 也可以防疫成功 那么武汉早期防疫失败 到底是不是专制体制的原因呢 我认为新加坡是威权体制 有不同的政党 也有竞选 而中国是极权体制 没有民主选举 任何体制都可以成功控制疫情 只要遵循流行病防治的规律 如独裁国家通过消灭感染者的肉体 也可以达到防疫的效果 武汉早期防疫失败 当然是极权制度造成的 如果政府不对李文亮等八位吹哨人 晋升 如果及时采取隔离措施 灾难就有可能有效控制 一个制造疫情灾难 当疫情扩散后 却又华丽转身 成了抗击疫情的命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黑色幽默 第九 作者对中国的文化也有反思 其中一处提到 中国人十分向往权利 即使获得看守出入口的权利 也可以呵斥 必须从这里出入的人们 你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有悠久璀璨的传统文化 但政治文化很落后 需要向西方全面学习 中国有以民为本 名贵君卿的思想 但没有发展成人权 法治和民主制度 中国文化的确存在权利崇拜 一旦权在手 便可以使唤他人 所以我一直在说 中国实现民主化或许不会太久 但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国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十 书中最后引用了一位网友的评价说 方方日记写出了灵魂 文字又有了生命 你觉得这本书 它有灵魂有生命吗 这种灵魂生命何在呢 我觉得风中葫芦日记的灵魂和生命 就是它的真实 它不是演绎 而是所见所闻 这就很难得 因为大多数人都很难出门 但风中葫芦是自由的 它的自由源于危机中政府的不作为 漠视它的生命健康 这是一种悲哀的自由 或许这是中国人所说的苦难出失了 去年三月二十三日已经封锁了两个月的武汉 即将解封 风中葫芦在它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 我看见很多人正庸上大街 蓝的穿着颜着绿的花花绿绿 它们没有重量 反复随风而至 它们在等待 在倾听 而声音好像过于遥远 于是他们听得更加认真 他们是未来者 还是早已逝去的魂灵 3月24日 逢城第62天 作家方方写下了他武汉一行日记的最后一篇 他写道 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 作为亲历 亲建了武汉悲惨十二的见证人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 为那些亡死者讨公道 如果我们放弃追责 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 如果有一天我们连藏开的绝望都不记得了 那么我想说 武汉人你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 还将背负耻辱 忘却的耻辱 如果有人想轻松的勾掉这一笔 我想那也绝不可能 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血 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注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谷歌上购买这本日记 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黑暗的武汉吧 构数链接在视频下方的说明中 好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咨词 绝对